剛才可以 節奏可以 不過音準就差一點 例如我們可以用通訊軟件互動教學的方式 例如我們用WhatsApp 學生和老師互相交功課 他們給我們功課 我們給他們一個評語 另外視像教學 例如用Zoom、Facetime、單對單教學 小組的教學 或是小型樂隊大約20人左右的 一個樂團的視像訓練 OK 全部大提琴的同學都做得到 我現在試一次 我開拍自己 五個大提琴同學一起奏 例如我們平時練樂團 不同樂器都有不同的距離 現在用視像貨 大家的距離反而近了 因為大家用一個螢幕去看 反而比較近距離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做一些多媒體的分享 例如樂譜 或者是音樂 或者是影片 都比較方便的分享出去 第三件事就是 譬如我們有些近距離示範 譬如嘴形 弓法 或者에서指法 都能夠近一點看得到 第一個音就是正拍第一拍 首先是網絡質素 如果WiFi穩定就最好 另一方面是器材方面 我們平時可以用手機、平板、Notebook或電腦 Notebook和電腦的設定會比較豐富 手機和平板會比較靈活 我們可以根據上課的環境 或者老師的要求去選擇用哪一款的器材 另外就是上課的環境 如果是寧靜一點 就會對上課的質素更加好 例如家裡一些冷氣聲 一些漁光聲 一些小朋友玩的聲音 這些我們都需要留意 拜拜 拜拜 拜拜